这边是从左上右下 如果是右上左下的话 那你会发现 它倍成数加上乘数的话 相加的数字等多少呢? 两个相加刚好等于10 都是10 所以我们其实同理可证可以怎么做 选这个范围 如果我要另外一边的话 一、选取范围 二、新增规则 三、使用公司来决定 那规则公司的部分就等于什么? 其实这个前面这个等号就是当什么情况下发案? 当这个 就是一样从这边 就是B3加上多少呢? 这个倍成数加上乘数的结果等于多少? 等于10就好了 OK,这个是公式 前面这个是等于返还回去的一个符号 所以就把这个结果 计算完之后丢去前面做检查 如果这个结果为真的话 两个相加刚好为10 那就帮我设定格式化 什么格式呢? 就是把底色填满为黄色 OK,所以这个是有点逻辑判断 判断完丢到前面去 所以这个理解应该可以懂 我建议这个其实理解就好了 因为你懂之后就不用背了 也不用特别去背它 这工具还蛮好用的 但是一样的问题 将来如果你现在只有锁定这个储存格的话 它就不会动 其他就是固定这个 所以结果其他就不会work 那怎么办呢? 一样,请你把什么? 把这个蓝跟列把它删掉 删列跟A蓝 其他的地方不要锁 这样就OK了 答案就出来了 就是这样的公式 所以很多地方都可以利用类似的方法 可以把你要的格式化结果做出 按确定 对角线就OK了 不过因为第一次橘子测 第二次如果再做这个可能就被盖过去了 因为它格式好几个 当然后面的会把前面的格式给盖过去 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再来也许你可以变化一下 如果还有一个变化 假设我希望只要是369 这几个怎么样呢? 假设我只要369 不是底色,字变红的好了 字怎么变红的? 特别注意,这边的话可能跟哪一个部分有关系呢? 369 它有个特性,它有没有共通性呢? 好像都是3的倍数 所以如果能够被3整除的话 那就做这个条件 3怎么能够被整除? 其实这个地方你可能需要学会一个函数 插入函数里面的话 有一个函数 那个函数应该在数学里面 数学里面有个MOD 在这里 这个MOD 主要的用法就是说 你除以多少的余数 除以多少的余数 就是把余数 也就是除以3的余数为0 意思是能够被3整除的话 表示说它是在第3 6、9的位置 所以MOD 按确定 它会跟你要几个数字 跟你要 第一个是LUMBER 我把这个数字给它 第二个的话 divis就是除以多少? 除以3好了 按确定 1除以3余多少? 余1 按确定 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 1除以3余1 2除以3余2 3除以3余多少? 因为刚刚整除就0 这个一样 4余1 5余2 意思类推 如果它的条件 假设MOD 它除以3的结果 怎么样 为0的话 我就把它的颜色给变更 所以如果有这个概念 MOD 如果说我想要拿这个公式 拿到哪里? 拿到刚刚的新增格式 就是那个 设定格式号条 里面来做的话 有没有办法做出来 OK 请各位试试看 我希望怎么样 做出来 就类似像这样的效果 这边把它变成红色的字 这边也变成红色的字 但是不是说叫你用手动的 因为手动其实很麻烦 你要做很多次才能完成 而是我是希望说 一次就自动帮我做完 当然 以小范围的资料来看 你可能看不出 好像有多么厉害 但是如果你资料量很多的时候 像现在大数据分析 一大堆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 当然你就会发现 差距太大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我把刚刚对角线这边给各位看 管理规则 就这个 黄色的部分 基本上就是一样 使用公式来决定 有没有 B3加上A4等于10 锁的位置也是跟刚刚一样 再来思考一下 用MOD有没有办法做出刚刚的效果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这些规则看起来没有什么 可是将来如果你们在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 如果可以快速的反应 该用哪一些方法来完成的话 其实事情很快就做完 做完之后的话 那等于你就轻松了嘛 你也不用一直在加班 那其实在职场上面 如果你会这些技能的话 其实对于工作上面 其实是当然相对帮助很大 你每天就很快事情做完 你就不用一直加班了 那你也会有很多 多余的时间 可以做你想做的事情 那其实事情做完 那时候老板也会太 刁难你太多了 OK 所以这部分的话还是尽量可以把 如果你希望将来你的工作 可以不要那么每天加班的话 那基本上 可能第一要件 我觉得还是把ESEL取好吧 试一下